你好,欢迎回到科技参考,我是卓克 最近有一条体育圈的新闻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2022年6月23日,在匈牙利举办的世界游泳锦标赛上 单人花样游泳决赛的时候 美国队女将阿尼塔在动作进行到了1分24秒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身体就轻松的飘在水中 没有任何调整和挣扎的过程,就那么昏过去了 她的教练安德里亚发现了她的动作不正常 立刻跳进水中,把阿尼塔的头从水中拖了出来 浮出水面的时候,阿尼塔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随后被单价抬走了 我写这篇科技参考的时候,她已经完全恢复了 并且还参加了后几天的团体赛 我把阿尼塔昏厥的照片放在文稿中了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事后,她的教练安德里亚说 这已经不是阿尼塔第一次在泳池出事了 在2021年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 她也曾经这样昏了过去 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人意料啊 因为要是说比水性 谁能比得上游泳试锦赛的运动员呢 而且在所有的游泳比赛里 花样游泳是水中的舞蹈 花样游泳运动员要比一般的游泳运动员 有更好的水性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水中控制住身体 完成各种复杂的动作 那他们怎么会晕过去呢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缺氧 由于花样游泳运动员需要在水下避气很久 而在这段时间里 还需要完成复杂剧烈的身体动作 氧气输入的渠道关闭了 而氧气消耗的渠道还大开着 于是氧气就会被嗖嗖嗖的用光 所以啊 并不是因为阿尼塔的身体 有什么特殊疾病才昏厥的 而是所有的花样游泳运动员都会比其他的游泳运动员有更高几率在水中昏过去 这和他们特殊的比赛条件是有关系的 这些条件跟影响我们之后还会再说 俗话说啊 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这话呢 有一些道理 毕竟不会游泳的人都会远离水池 但从这个例子上来看 在会游泳的那些人中 那些花样游泳或者玩无装备潜水的高手在挑战极限的时候其实更加危险 而且这些危险并不需要以发洪水或水底的地形复杂水流湍急为前提条件 有的时候只是小伙伴在干干净净的一米六深的池子里玩打赌 看谁闭气时间长就有可能会发生 这则新闻跟花样游泳运动员昏厥的原因大致就是这样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呼吸的细节 比如说从安丽塔昏厥到被救出水面 整个三十多秒的过程里 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 他的口鼻处没有冒出任何气泡 也就是说他昏倒的时候还伴有呼吸停止的情况 这是很多昏倒的人所没有的 比如说有些人在烈日下军训走对裂 会中暈倒 或者看到自己的手指头被割破之后看到血晕倒 你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他们的呼吸还是继续保持的 但是安丽塔的呼吸却也跟着停了 这其实呢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叫做喉部痙磷 当有异物插入到喉部 或者有水进入到声带的时候 就会导致喉部痙磷 这个时候气管附近的肌肉会强烈收缩 气管暂时关闭 一般呢在一到两分钟之后 当体内的氧消耗殆尽的时候 喉部痙磷会自动的消失 气管会在随后到来的本能的求生机制下 再次开启 人就能呼吸了 那这里说的本能的求生机制又是什么呢 这其实是一种植根于脑干和呼吸相关的机制 让人产生强烈呼吸欲望的信号物质 是血液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当喉部痙磷发生 或者我们人为的避住气之后 体内的血氧含量下降 二氧化碳含量升高 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我们会忍不住呼吸 看上去呢 我们好像是为了氧气才呼吸的 但其实真正驱动我们做强烈呼吸动作的物质 是二氧化碳 喉部痙磷的末期 也是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的太高了 大脑中负责呼吸的神经们 会调动身体的全部肌肉资源 竭尽全力的做出深呼吸动作 这就是之前所说的本能的求生机制 于是很多喉部痙磷的人 即便在睡眠中也不会窒息而死 喉部痙磷也是一种身体的自我保护 你想都能让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刺激到了喉部跟声带的部位了 其实也就意味着那个环境不怎么正常了 都有东西堵的气管上来了吗 这个时候暂时性的关闭气管 人体承受到的伤害呢就是缺氧 这个自然是有的 但是也比让那些堵上来的东西 直接从气管灌入到肺里 瞪时就会出人命 还是安全一些 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但花样游泳运动员却和普通人不一样 我们之前说了 他们之所以比其他的运动员更容易晕过去 是和特殊的比赛条件有关的 这个特殊的比赛条件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比赛前的过度呼吸 这是一种让血氧浓度短暂提升的办法 最简单做法呢 就是连续十几次的百分之百的深呼吸 或者进行吸氧 这个时候血液中不但氧的含量会显著的提升 二氧化碳的含量还会显著的下降 降到只有平时四分之一不到 于是只是简单的利用深呼吸的方法 就能让没有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避其时间增加一倍 因为花样游泳运动员要在水下做复杂的动作 所以过度呼吸是必须要做的准备跟训练 血液中存储了更多的氧气 人在水下就可以停留的更久 就能完成更多的动作 这方面呢 俄罗斯运动员做的是最夸张的 东京奥运会上 他们虽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的 但是在双人花样游泳运动比赛中 三分十二秒的运动时间里 两位俄罗斯选手 也就是这届奥运会的冠军 有一分四十七秒都是在水下完成的 而亚军西班牙队的选手呢 只有一分二十九秒是在水下的 俄罗斯选手足足比对手长了十八秒钟啊 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两位选手也在冒着更大的风险 因为他们在水下避气更久 更容易晕过去 可能有些人就想问啊 不是说过度呼吸 让身体存储了更多的氧气吗 怎么反而更容易晕过去呢 原因呢 还是刚刚那个机制 如果你仔细听了就会记得 让人产生强烈呼吸欲望和动作的信号物质 是血液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这句话其实同时也是在说 让人产生强烈的呼吸欲望和动作的信号物质 不是血液中的低浓度的氧 由于在下水之前进行了过度呼吸 于是血液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最初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之后随着运动员在水中捂动身体 二氧化碳浓度会缓慢的增加 而又因为运动员在水中活动剧烈 肌肉中氧含量下降的非常快 速度远比二氧化碳增加的速度还要快 于是就出现了一对不平衡 也就是二氧化碳浓度缓慢增加 而氧气浓度快速下降 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到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人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呼吸欲望和动作 那这个就是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过程中 重要的时间节点 我们把这个时间节点叫做A 而氧气浓度如果降低到一个关键点下 人就会一下子失去意识 那个时候是由于大脑供氧不足 于是采取了保护大脑的措施 让一部分脑细胞停止耗氧 于是人就会晕过去 这个是氧气浓度下降过程中 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我们把这个节点叫做B 如果氧气的浓度下降过快 二氧化碳浓度提升过慢 导致B节点出现在A节点之前 运动员就会在产生强烈呼吸欲望动作之前 用尽氧气然后突然晕过去 而且还有研究显示 当人体严重缺氧的时候 反而还会体验到一种放松跟心快的感觉 这其实是大脑为了保护自己 把能休眠的神经元都休眠了 防止他们在缺氧的状况下死亡 这个时候脑中的电信号不再正常 于是在异常的状况下 阴差阳错的会让人体验到快感 所以安妮塔在士锦赛游泳池里晕过去之前 其实并不痛苦 没有感觉到憋气的无以复加的难受 不可忍耐 而是身体是比较放松的 感觉动作都已经完成得很到位了 正坐着带劲的时候突然失去了意识 让我们继续回到那天的赛场 安妮塔在比赛开始后 第1分24秒昏了过去 她的教练在第1分30秒左右的时候 跳入水中 之后用了大约15秒时间 把她的头从水中拖出来 这前后20多秒左右的时间 安妮塔并没有任何呼吸 这正是喉部精卵挽救了她的生命 她的教练救援做得非常及时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气管在喉部精卵下 只能自动关闭一小段时间 通常只有60秒 错过这个时间窗口 由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 终于会积累到足够浓 于是人就会在脑干的驱动下 进行拼死一搏式的呼吸 如果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 安妮塔还在水中呢 那之后她就会大口大口的把水吸入肺 那就真的生命垂危了 这类在标准泳池跟各种潜水比赛中出现的 而且在年轻人身上特别高发的溺水事故 是在2000年之后才被医学界注意到的